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美国印钞票 印钱 印美元 很不高兴 写了一篇文章说要出现这个就是要创立一个跨主权的储币货币 对吧 这一下中国不高兴了 说这书怎么回事呢 给周小川当啦啦队啊 周小川给你们通过电话 不是 就这本书现在在网上吵得厉害 引起争议 但是我发现都很极端 也有说好的 说你们宋小金名的排头一位嘛 是吗 说好的说是敢为万事开太平 说坏的说这本书啊是横看成窘 册成雷 就太雷了 然后呢 我先问问 这中国不高兴这名字是你起的吗 不是不是 我没这本事 这是那个出版商 咱们或者叫书商吧 他起的 最近我准备找这书商当我们话题策划 对对对 真会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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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我就听哪听了一眼的说 说文道说这书名不好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读书人吧 看出一个就说应该用那副标题 我告诉你用那副标题那么长标题肯定销量减半 特长 我都没注意 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 我就喜欢这题目 为什么呢 你知道 他一个是名副其实 开宗名义 因为确实我看这书啊 我不知道中国是不是不高兴 但是我觉得你们几个作者他确实不高兴 而且把你们这种不高兴还挺富有感染力的 因为我看完了以后 我也觉得本来我说实话 我这几年对中国我持审慎乐观 我一直挺高兴的 你知道吗 看中国的事 看完这本书后 我也觉得不怎么高兴 然后我就都 你是对他们不怎么高兴 不是 我看完书整个这个气场 我就脑子里全是愤怒的铁拳 什么中国人民受欺负了 我没有当世界领袖 我都说实话 我直觉的一反应 我赶快上我们家附近找游泳池 我游 一个跳下水 我一个多钟头不不不不不接气 我游了上来 我觉得脑子还清静一点 这从这一个角度 够雷的 够雷的 第二个角度 我觉得这题目起的从商业眼光太高了 我给你举一例子 我们家附近有一条街 我好友没去了 后来我那天一去遛弯 我发现一街全是开的新的餐馆 什么川菜馆 永和豆浆 还有什么什么泰国风味小馆 你都乱的 根本没印象 突然迎面一家馆子 哎呦 这个门脸做的好 一副对联 上联是要健康 喝驴汤 喝驴汤 对 下联是要长寿 吃驴肉 横批驴肉火烧 哎呦 我觉得这门脸太好了 一下他特别打眼 你知道 我也就是女的 那天我不饿 我要是一男的 尤其是我要想撞羊 比如说 没错 没错 我当场我得进去喝一碗驴汤 我得出来 这就怎么叫 这叫经商之道 这名字就有这效果 我看了我就不能不看呢 我 你知道 我就说这书商他会做 华尔街日报等于给他做广告 你知道华尔街日报说五位作者在书中对美国大家藐视 然后华尔街特别引用书里边一句话 就是你们说的 说从人类文明的历史来看 我们是最有资格领导这个世界的 西方人要排第二 文章最后的结尾是引用你们作者之一王小冬的话做结尾 说美国将面对一个不那么友好的中国 而且你知道美国时代周刊还说了 说每当中国人觉得国家利益或者尊严受到侵犯时 一个半世纪的外国占领和强调不忘民族软弱时代的教育体制 所激发的爱国情绪就会强烈爆发 如果这种情绪得不到控制 可能会推动北京采取好战的孤立主义的路线 还有英国经济学家说北京有一种感觉 中央王国重获全球支配权再忘了 伦敦二十国峰会被认为是中美的G2峰会 这不仅让欧洲人担心说欧洲人怎么担心呢 欧洲人说我们刚摆脱布什的单极政治不希望看到又被太平洋双寡头政治取代 我觉得咱都能说管了这哪个报道 英国经济学家 也令日本担心就吓坏了 我觉得这反应过度实在是反应过度 而且我实在说我从一个言论自由的角度 我信仰言论自由 我从这角度我觉得这书出来很好 而且有这么一方言论引起这么多争论都是好事 而且证明我们中国讨论的气场已经开始形成 大家不管是拍板装也好喜欢也好 有这么一个讨论的空气把这些情绪发泄出来好 但是他这反应过度 我觉得我不希望看到一个就是说 现在我周围的一些年轻人 有些不喜欢这个书的就觉得 这是给和平中国和平崛起帮倒忙 因为他给西方遏制中国的那种反华势力也好 什么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借口 你看这中国现在就要成新的霸权了 所以咱们得遏制它 这样一遏制我们出于中国的民族利益 咱们先得把你们的言论自由给遏制住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别不好的结果了 还有说教授说 有的教授说是要封杀 主张政府封杀 坚决反对 都是反应过度 根本掀不起那么大 作为畅销书非常成功 而且我的感觉 就是说 你在那有点用这种吹呼正眼 教唤的这种方式来吆喝 其实就是民间的一种情绪 实际上高层也好 到整个主流的 不管是知识界还是中国人 我觉得其实现在心态 总的来说 我感觉真是比过去成熟了 理性了 没有那么 那不是 那只要是这么说 小军兄你怎么不生气 我一点都不生气 不是他的 不是批评你的观点吗 不是好几个人批评 就是好多 有人说 说有教授 上次你们旅秋路 我也还跟我说 做节目 说有人批评你 我说那是托 其实就是卧底 反正你是黄皮肤 黑头发 在外国人看里 无论你唱红白脸 你是批评 你也是中国人 那你就是卧底 对吧 谁的卧底 我们的卧底 打入西方内部 你找张老师打入西方内部 来批评你们这书 假装批评我们 实际上到西方都是卧底去 因为反正你中华要 双料双料间谍 我都乱了 反正你中华要崛起 因为他也是中国人 对吧 他打入美国 他现在给我灌汤 就为了我下边说话留情 我告诉你 没这没这玩 我对你们这书 我真是觉得 就是又欣赏 又有很多的不同意 这一点 就是说 首先这里边 仨人我认识 除你之外 就王晓东 黄继苏都 我十年 十多年前 就都常谈过 而且都很欣赏 印象上都是聪明人 而且我觉得 我特别喜欢的这一点 就是说 比如王晓东 特别早 他有一个特别长的文章 就是谈中国的民族主义 需要民族主义 可是他 我注意 他里边有一段专门说 没有不谈民主的民族主义者 就是假民族主义 我觉得写得好 叫做民族主义与民族主义 对对对 战略管理上发 对对对 而且黄继苏也是 黄继苏我觉得 他那种很强烈的 很真诚的正义感 对社会不公的这种 我非常的喜欢 我很欣赏 就是说 格瓦拉 我有对格瓦拉本人 我有意见 但是作为一个理想主义符号 我觉得也很好 就是都是一种 那什么 格瓦拉的 只能革命不能建设 这另外一回事 但是 这是另外一回事 而且呢 我觉得他们俩 在这个书里边的 他们的文章 好多我都挺 我都挺同意的 写的挺好的 他们两个还都又谈民主 这件事 尤其是比如说 王晓东说 中国现在软实力没有 硬实力发展起来了 软实力一个最大的软磊 就是民主这件事 我们没有这个民主 你就甭谈 然后呢 黄继苏也是说 就是说 对社会民主 对公民社会的重要性 在中国还不够强大 谈了很多 而且包括他有一个说法 很形象 他就是说 应该用钢盆硬币 来攒起一个民主 这是一个渐进式民主的 我们不要太激进 但是我们要向那努力 其实这些观点 我说实话 跟他们在里边 很多攻击的那些 自由派的观点 完全一样 大家都是监禁式的 我基本上还没认真看 就昨天晚上 匆匆翻了翻 比较注意 我可是很认真地看 你很认真地看 我看看小军兄的观点 我觉得 我挺容易受人影响的 我这么一看 我就觉得 好像世界有战场 哪个国家都没安好心 尤其你看他那几片 我还没说你那几片 我说你那几片 他这意思 因为我不懂经济 我一看 照小军老师讲 感觉美国的阴谋 把产品生产线低端的都甩给中国 叫产业转移 然后他们专玩金融工具 通过金融工具 抢偷骗我们的钱 我还要说这事 我觉得你这些观点 从经济学家角度来讲 我直率的说 真是外行话 而且你里边 你还说林毅夫 你说林毅夫啊 说这个这个什么 这个赶超 就是说应该用比较优势 就是人家额文力 出口进口为主 把这个赶超 原来前30年的赶超取代了 你觉得他是没有大目标 我觉得你这真看错了 还不说林毅夫本人 他也是一个台湾航武出身 你知道不是吃素的 游过来的 对他懂这个经济学 在那个我们前30年 完全搞错了 就是几个军工 税有两单一星 大支柱产业上去 但是老百姓没饭吃 整个民用的产业 其实很弱 这点王好东 那几篇谈经理文章 我觉得挺靠谱的 他都看挺清楚的 其实就是这个转移 是我们一个非常聪明的 而且从经济学的角度讲 你不能说 就是说他转移过来 我们就凭什么 做裤子背心 投资者是要担风险的 这个他吃肉 我们和汤 这是一个经济规律 我们现在到非洲去投资 我们也吃肉 我们到那开场 我们吃肉 人非洲人喝汤 你这有公平正义可言吗 你总要有个起点 从这种转移 你现在说他玩金融战争 我们现在将近 两万亿的外汇储备 从哪来的 就是这么做起来的 就是这么干起来的 我们就是放下身段 好好干 两万亿将近 你说那点损失 我这另外一说 从经济学家角度一分 其实我们的损失 不算很大 说实话 而且你去买这个产业生计 你去买些设备 这钱从哪来的 就是去这么接纬出来的 你现在才来谈产业生计 我这几年跑印度 我看太多了 印度倒是 你从一开始 就做高端科学 它解决不了就业问题 你去梦买的 那个平民铺 你看看 大量的平民 人穷到内部 没有尊严 那么大的一个人口基数 你不从低端做起行吗 你上来就玩IT IT他们是比我们强 1%的就业能解决吗 我看印度人现在羡慕 中国人羡慕惨了 比你们还慷慨 是哪样 广告之后再这样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小军兄 哪样 我是觉得是这样 因为我刚才知道 扎老师这意思 林一夫 那次是林一夫和王晓东 我们都在战略管理 讨论这个事 王晓东说 你比较优势考虑到 没考虑到 国家安全的问题 当然这个安全层面 咱另说 实际上我们转的 转的太粗糙 你看改革开放前 我们金属切销机床 是286碗台 虽然是做军工 但是你不能把 所有的机电的东西 一并打掉 你应该在基础上 去做 结果完全就推倒 有非常惨的这个事例 具体的事例 比如说咱们的做原子弹的厂子 后来搞化肥 什么特别惨 就是你利用原来的 这样的一个机电基础 把它进行投资 做平行技术转移 这样起点就会高一点 其实我们不高兴在这 那么后来呢 我们就做了 后来就是 因为当时大家就是 积累率很高 就是都做军工啊 什么的 百分之三十几的积累率 后来到了79年到89年 就一路把钱都发给奖金了 大家就没钱买东西 没钱买东西 这些军工就临时 哗一下就做地的 手表自动机 缝纳机 全部是产能过剩 我记得石家庄 就有什么牌的缝纳机 是是是 我把整天踩着 对 然后咱们这附近这双人商场 双零牌手表 全部废掉 当时过剩的人币 过剩了非常 大概百分之八十的产能 你说当时是多少年前 就是八十年 八十年代的时候 这些产能全部浪费掉了 就是说你不是说一下猛转 中国是这样 就是原来是 因为就是53年打完抗美援朝之后 咱们就觉得先解决安全问题 就太集中解决安全问题了 不顾消费 不顾生活 对啊 后来呢 转的时候又太顾生活 太顾消费 实际上我们不满意 他是这个转的太极 他的这个观点 我有印象 也谈男女关系 他都要谈中国要发展制造业 重工业 这个不能确实 而且我就看你这文章啊 我我觉得有些 我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比如说他觉得像这个 冲击加勒福 抵制加勒福 什么奥运圣火 这个所谓爱国青年 这个表现 他我感觉你是在赏 而且你认为这是什么 中国80后 行动主义的一个反应 但是你要说他们非理性吧 人小军兄也说了 说你说这个80后非理性 这爱国这个愤青啊 但是实际上我发现呢 他们对啊 就后来甘肃的一个什么公司 花了200万欧元 买了法国的一种非常先进的 多轴的数 五轴数控机床 他说你看这个 他们很兴奋 没 我觉得这不矛盾呀 就是说他从爱国的出发 为什么吧 我觉得80后呢 你那叫什么四月反火记的青年 我觉得他那说实话 这事很复杂 简单说我认为也是过度反应 我们就是说在当时是 觉得经常 我经常听到就是说 怎么就是 就冷战术一个笑话吗 说美国人说 我们我们敢骂我们总统 然后苏联人说 我们也敢骂你们总统 最后人家感觉就是说 你就在国外怒吼 人家欺负你说你怒吼 你自己家里的事 你怎么没这么怒吼过呢 有的 但是我觉得这也不公平 年轻人到时候 他只能在那怒吼 他就怒吼了 为什么80后你觉得 就是说比比你说的 一直要推到20后才 因为20后受过外国人欺负 他们来 为什么这 20后之后 30后一直到70后 我说实话 他主要感觉在 他的经历成分 他是受自己国家欺负 所以他的爱国情绪 他不是不爱国 他很复杂 你知道吗 他主要在 在面对我们自己的历史错误 不要自己在整自己了 他是这么一个情绪 80后确实是30年 你改革开放的 得利者受贿者 再加上我们教育 整个对历史那部分的 一个比较就是说 过滤过的 遮蔽式的这么一种教育 他得到的 他不太知道 那30前30年 那么惨痛的历史教训 他感觉就是 我们现在很好了 我们生活很好了 你们还不让我们 搬奥运会 我觉得这个是 很可以理解的一种 但是你不要过度 诠释这件事 其实他一转眼 一看到三肚奶粉 他就怒吼这个来了 你知道吗 然后呢 我觉得这种就是说 单向的这种民族主义情绪 不是太好鼓励 为什么呢 就是说他不够理性 你没有看到 其实国外的媒体 他不是光在妖魔中国 他妖魔他自己 他整天 我在美国住十几年 他整天骂他自己总统 咱们在那说 那美国那大嘴巴 说什么是一些 种族主义混蛋言诺 我也听这不高兴 但是他前两天 还骂美国总统来着呢 他整天骂国会 原来那个里根跟那个苏联的那个戈尔巴乔夫还是谁 我忘了 他就是开开玩笑嘛 就是讲讲一个段子嘛 说这个我们国家这个民主是吧 任何一个国民都可以跑到白宫 我的办公室 指着我说我反对美国总统 对吧 然后戈尔巴乔夫说 我们国家也民主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跑到我的办公室 指着我说我反对美国总统 枪枪三人行 告知后见 赵老师你啊 我是这样啊 我是因为十一年前呢 我就做网站 就是做了一个网站 军事网站 后来就是新浪的军事的前身 你看新浪911发的第一条新闻 就是我们那个网站发的 就是全中国的那条新闻 就是在这个做网站当中呢 我是对这一代年轻人啊 有很多的跟踪和了解 跟他们也谈 那我觉得他们现在这种不高兴呢 当然是两种啊 一种就是说 我们不能对国家的整体 我就是宏观说一下啊 不能依附欧美 屈旧小康 我们应该怎么样呢 清除腐败 继续赶超 基本是这样的一种心态 当然你看 是你的心态 还是他们心态啊 他们心态 我因为看他们就刚才说 那五轴机床什么的 我又想中国历史 你比如说1840年之后 每一代年轻人 包括最后康梁啊 这些人 甚至30年代 31年日本人打过来 这个知识分子反映的这种东西 包括他们办的那种 积联会刊啊 要搞中国的制造业啊 他实际上是要退回到 从到一个器物层面 去反映这个 对这个社会的这种感觉 其实还是个现代化的 你说的器物层面 就是说物质文化 对对对 先搞物质文化 对对对 那我们搞着呢 我们这30年不是就 他们对于比如说 这个物质文化的这种搞法 他们觉得不满意 比如说就刚才说 那个出口导向的问题 就过分的依附欧美 比如说那个2万亿的那个钱 那2万亿的钱 不是咱们攒下来的钱 2万亿 他还要印15万亿的人币 再撒下去 所以才有流动性过剩这一说 对吧 是咱们自己政府决定的 我们要保持人民币的低汇率啊 所以我们是把企业的 挣的外口钱是撒回来了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这个在深圳 有一个这个工厂 是咱们做金介绍的 做所有金首饰的 一年加工金首饰的黄金 是70万吨 那也就是说90%的金首饰 都有那1000多人一个工厂做的 他做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一个人就一道工序 就全傻子一样 就是你进来培训两礼拜 就这一道工序 有一个就跟那画油画的 那个大分村似的 就是这些低端的话 解决不了你的就业 你看600万大学生 是吧 你不尽快把产业的这个支柱顶起来 不是他 小军我明白你的意思 而且这些比如说梁先平 他们这些经济学家都讲过很多 就是说我们需要产业升级 要不然老是6加1 我们老是在那低端产业密集行那转 但是他得有一个过程 你得这么加工起来 用这个钱 其实说实话 我们现在升级 我觉得已经够不错 已经终极了 我们开始做固扰 其实现在电器 电器我们打电天下 好多技术性的东西 已经在慢慢往上涨 你不能说一步就让他跨到那去 年轻人的生气 年轻人的着急 不不 他觉得这个升级速度慢 我不是说不做调查 你比如说我就最简单的 就是咱们最好的一个行业 就是造船行业 是工业化率最高的一个行业 现在配套设备 这国产化率只有40% 但是我查79年的所有的表 当时订的时候也是40% 也就是说这么多年 我还是40% 不 但是他这个不一样 这个百分之和那百分之不一样 他同样的比重不一样 你比如说咱们造船 造船吧 咱们是这个世界接单量 现在是第一了 已经 但是你的利润是很低的 比如比日本比韩国都很低 因为年轻人他有一种 对自己未来生活的一种考虑 就是个人生活的考虑 甚至都不是国家 他一想我不能都毕业了 搓澡卖猪肉去 不是 但是不是都是搓脑卖猪肉 问题我首先说 我说咱们几亿人脱贫 这是世界奇迹 真是给人类做巨大公平 这么多人吃上饭了 吃得还不错 这巨大成绩 美国人民都得感谢他们 对 然后那个高端就业 现在也在逐渐升级 这个就是说 现在是要谈这个 就不能永远是在这低端上打转 但是你要说原来那百分之几 我理解你那个大目标后边 我看到你那几张以后 我感觉你主要的一个不满 就是觉得这个军工产业 对对对 比例不够 但是其实你就是说 这个军工产业 咱们现在人均GDP 跟美国也就是咱们是九分之一 可是这个按这个预计的 咱们这个国防防务开销 这个军费 其实到2011 咱们是美国也就五分之一啊 这比例我觉得可以了 接下来问题 咱们还要怎么着 还好多钱都要扎的军费 咱们这向国务院开会呢 这国防部长工业部长在对话 我赞成提高他要有相应的 明天接着聊 今天告一段落 今天告一段落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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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